今天是會有一場前所未有的對決賽 是由一位藝人對決一位前週手 剪拍攝會拍攝一個12歲的小孩 一局定輸贏 今天有這麼多觀眾真的有點緊張 聽說今天和挑戰的嘉賓來回不完 但不用怕,我和小師傅會好好合作 全力以赴 Oscar,加油 好,現在我們先決定誰打球 這個比賽是我很多年沒試過 因為我以前也是運動員 也對著很多觀眾打球 這次又讓我有回憶的感覺 在我左邊有周富華選手 右邊有陳展鵬和Oscar選手 現在周富華開球0比0 比賽正式開始 全發球1比0 全打球1比1 換血球1比1 分數 分數 順衡 分數 2比1 打雙打最重要是大家的溝通 他有些基本的走位 其實因為我沒學過 例如他一跳球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防守,要抹開兩邊 打那場比賽 就是有幾球我未懂得走這個位置 未有這個表演,所以就輸了幾分 打雙打就好了 mister 其實算不錯 這次正式拍檔打比賽 Oscar還是小 對,他的力度方面可能沒那麼強 但他的優點是 他對技術上的磨合性和熟練度 比剪排強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把Oscar在後場 而剪排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這個混合是挺有效的 好… 好… 我可以在後面施壓備手 剪排哥哥就在前面風望我 Oscar的後衆 可以用他的技術來調動起庫話 令庫話失去平衡 好… 今天我的對手當然厲害 是Oscar的師傅 我剛才跟Oscar說你不要讓他 師傅說他不會讓我 因為他也不知道讓是甚麼 對手的技術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打得很接近 有點緊張 不過到打球或九球那裡 我已經抓到那個波爐 就慢慢順利 好… 11比7,休息時間 精彩緊湊的上半場一結束 黃教練就立即抓緊有限的時間 提點展鵬和Oscar 會接下你的下半場 做好認對的萬全策略 11比7,比賽開始 展鵬今天表演相當不錯 比起之前我們練習的綜合步伐之後 他也移得很快 搶載球來之前已經浮毀力 再加上他很多臨場的 一些被對手突擊的時候 他也有辦法把球反映過去 雖然經過黃教練的貼心提點 但越戰越強的對手 亦都在下半場之中 逐漸掌得整個局勢 連續進攻展鵬和Oscar的弱點 開始面對壓力的展鵬和Oscar 表現慢慢失準了 分數的差距越拉越遠 究竟接黃力的時間當中 他們倆能否能力玩狂難 最快的分數呢 遊戲點 比賽現筆,有勝者 蕭庫華,21比11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比賽 是…也有85分 但因為感覺是… 因為有觀眾在這裡 所以大家都緊張 你要投入,你放開 你不要顧及周邊的環境 你打出來會更瀟灑 很多人很開心 其實不是因為輸了開心 而是因為可以跟Oscar合作 而Oscar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一直很想 希望跟一些小朋友分享 跟他說一下 其實很多人覺得運動會很辛苦 會很吃力 又或者不知道哪一種運動是適合他 但只要你嘗試過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哪種運動 而這種運動對你成長之後 在社會投入工作的時候 就是很有益處 一直做這個運動的過程中 你會認識很多喜歡同一個運動的朋友 當你休息的時間 和當你想保持健康的時間 不僅是可以對身體好 而且也可以跟朋友聚下面 我是陳展鵬 我真的很喜歡打現場球 我只喜歡打業 hoy